電話裡面 唱著你的聲音 你知道馬來西亞 新加坡還好 馬來西亞也要會有多種語言對不對 所以你下次講福建話 又講中文 又講英文 還有馬來話 有時候也會講 夢畫畫畫 夢畫畫 冷笑話 它真的非常活潑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當中 其實我們有幫很多歌手寫過歌曲 我們今天現場也要跟大家近距離接觸 直接唱給你聽他所創作的歌曲好不好 好 來我幫你拿一下 謝謝 所以我幫你拿這個Stand來 好 直接唱給大家聽喔 剛才我們有提到 嚴程旭的一公尺 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剛才已經有講到這歌中的故事了 我們先調一下吉他的聲音 好 這裡風水真的很好耶 他把我頭髮 真的 我在車上動了半十 剛才忘了跟你講 這邊 歌手來了 連蔡依林都是放棄的 直接頭髮都啪 真的 不過他風真的蠻大 就人來風嘛 就我風你 就那種風 好 接下來呢唱這首歌 是我幫嚴程旭寫的一首歌叫一公尺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高雄 所以我要唱 就是demo版本 第一次來到高雄喔 來 各位朋友的鄉親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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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裡面 傳來你的聲音 不停讓我想起你我的從前 平靜的生活 竟擋不住你一句話 原來我是那麼的想念 電話裡面 電話裡面 唱著你的聲音 不停讓我想起你我的從前 所有的回憶 怎麼變得一點都不甜蜜 是否因為你 無心說過一句話語 Misukimi kakai demo Misukimi kakai demo Misukimi kakai demo 這是你的話 藏在我的心裡 好難過 Misukimi kakai de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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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話 記得曾經對我說 Misukimi kakai demo 幾張才是你的話 電話裡面 唱著你的聲音 不停讓我想起你我的終結 所有的回憶怎麼變得一點都不甜蜜 是否因為你無心說過一句話語 Mizuki,你感到不感到 Misumi,感到不感到 你是說的話藏在我的心裡好難過 Mizuki,你感到不感到 Misumi,感到不感到 這是你的話記得曾經對我說 你在一共吃不到的面前 手拼命會還是下嘴 眼神那麼絕 凍結一切不讓我 挽回 我在一公尺之外的世界 一輩子回不了的眼點 我這才發現 你離我有多麼遠 我只有成全 讓你 離開我身邊 現場朋友掌聲鼓勵鼓勵 超過十秒鐘 謝謝 謝謝 嚴程旭的 這是伍佳輝寫的歌 對… 就叫做一公尺 寫給嚴程旭 超級大帥哥 你那時候寫歌的時候 比如說寫給張學友的時候 張學友的那一首歌曲 黑白話音 那時候在寫是先有歌還是 直接人家跟你邀歌 先有歌吧 我覺得 先有歌 那時候知道張學友 唱你的歌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張學友耶 對啊 其實我第一首歌 是賣給張學友大哥的 然後後來因為… 哪一首啊 就賦與數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 張學友大哥他的那個專輯的方向 跟歌曲有點就是不同 所以呢後來就我跟全世界公告天下說 張學友大哥買我的歌 結果他後來沒有用 你講太快了 真的嗎 就我激動嘛 超過三個月才能講 所以我躺在家裡三天都不能動 後來才發現到原來 賣歌呢就不要太過張揚 然後就躲在家裡 就開心收在心裡面就好了 然後後來其實還有很多的歌手 都唱了你寫的歌 對…所以我都保持沉默這樣 你其實那時候最瘋狂最開心的是哪一個歌手唱了你的歌 張學友大哥啊 就張學友 對啊 我已經開心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馬上變阿妹就對了 就只有阿妹還沒唱過你的歌就對了 對… 快了快了快了 今天重點是我們要介紹到 武家輝不是張學友 武家輝的歌曲就叫做 我封你這張專輯 現在已經發行了 那重點是呢 在我們舞台的…